2021年秋 俄罗斯彼得大迪湾 中俄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 老开序幕 此次中俄连演 是南昌舰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亮相 国内外关注度极高 主炮对海射击 是此次任务的重头戏 能不能打响这关键性的一跑 成了这次亮相的重中之重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 是中俄双边框架内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 面对实力强劲的国际同行 南昌舰全体冠军的心理都冒着一股劲 因为我们是首舰 我们就要成第一 我觉得一个字就是拼 只有第一才能称得上是101 才能称得上是南昌舰 然而但有实战背景的国际演习任务 又是在完全陌生的海域 这意味着难度细数加倍 也让有着近20年海上惊艳的雨景龙 有了空前的紧张感 怎么打我们谁都不知道 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我把我们历次主炮实弹射击的 所有的打的弹药数据拿到统一汇总 去分析出来 每一发炮弹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个偏差值 这个值就做了我们的预先修正量 即使做足了准备 可现实情况依然超乎大家想象 演习当天 几千米外的靶船 在望远镜中不过一个鸡蛋大小 不仅如此 靶子在锅头中上下摇摆 风浪使目标靶位发生了重大偏移 平时我们打的靶子 它是从侧面靶的这个侧面来打 但是如果靶子飘的话 反正它就前后对着我们 那我看着就是一根棍了 将打中比较困难了 现场环境让本镜兼具的演习任务 难度加剧 此时 南昌舰作战室的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接下来出场的南昌舰 能否打响这第一炮呢 当我们第一轮射击 我装定参数 然后下答案 晃 口令 发现不明海上不明 主星不明 预备 报 报 好 当第一群炮弹落下之后 明显看到那靶船被削掉的一块 那作战事就费疼了 大家在高兴 直接想脸上来了 真是那种自信明显 大家都感觉到 南昌舰作为此次演练中方编队 五艘射击舰艇 在试射阶段就精准命中把船 第一炮就打出了开门红 首发命中它是一个概率 但是首全命中 它就是考验了你指挥员的能力 当时挺激动的 也是在国际舞台上 把我们的实力给秀了一下 在后来的复判总局中 俄罗斯同行 提到我们这次行动的表现 直出大目指说 无权哈勒哨 就是特别棒的意思 那一天 南昌舰停舰主套对海射击首发命中 发发命中的精彩表现 成为彼得大地湾上 最令人瞩目的明星舰 南昌舰官兵们 也正是用征第一扛红旗的拼劲 在挺进深蓝的征程中 一路平波斩浪 然而 在远海大洋里 迎接他们的不总是风平浪静的海面 有时也会遇到狂风巨浪 2022年 正在西太平洋 伴随航母编队 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南昌舰 接到指令 作为编队少舰 潜出近百海里 直面外军的航母编队 突然来了两架外国的战机 他突然一个浮冲下来 可以追上进行 他直接一个拉缸 可以拉上去 那种气暴的声音 非常大 突然看到他的尾眼 当时是跟航母编队 首次遇到外军的航母编队 每次他向我们突袭 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战争离我们特别近 此时 南昌舰作为前出的编队少舰 承担着为整个航母编队 侦察预警的关键作用 不能漏掉任何可疑目标 面对复杂的海上形势 南昌舰党委抓住难得契机 拉下战斗劲爆 带领全舰开展拉敌练兵 当时政委讲了卡拉昆仑的精神 因为牺牲自己也要保证 祖国寸途不让的这种精神 军舰是流动的过程 其实我们守住我们军舰 也是在守护我们的过程 作为中国海军 我们在沿海大洋上 我们不惹事 但我们也绝不怕事 面对外的军舰机 长时间高强度的抵近滋壤 南昌舰不畏强敌 敢于亮剑 在深海大洋与对手斗智斗勇 扩展了防御纵身 保证了机动空间 有效履行了航艇编队 带刀户的神圣职责 那次任务就告诉我们 我们南昌舰从此具备了 与强敌对手掰手伴的这种信心的底线 南昌舰全体官兵 必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在沿海大洋上画出我们中国海军的壮美航迹 驱逃万里 浮波安兰 在人民海军驶向未来的征程中 南昌舰战过惊涛 闯过远洋 如同一兵克敌制胜的利剑 在奋进松南的航道上 向着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 破浪前行 太浪高歌